可以跨越语言 彼此对话交流 邻居不同宗教信仰的 就是音乐 这一首《行语愿》 其实就是在 普贤恨愿品当中 将普贤十大愿 把它扩展开来 建读法师 透过现代化的曲风 让佛教经文的唱颂 有别于以往 而不是从过去很死板的 这种敲木鱼 法会 比较呆板的形式 融合了相对传统 以及非常创新的部分 就是说我希望在 比较年长的 跟年轻的这一代 中间做一个桥梁 让他们都有机会 重新去认识到 佛教的美好 佛教的三大元素 就是文化 教育 跟慈善 但是不管是 从哪一个角度 你能借着音乐 来传播的话 它的穿透力 会是最强的 这样的佛曲 的确让年轻人更愿意 静下心来聆听 进一步深入经文 认识佛法 单纯自己看的话 就比较 不会那么想主动去看 但是听师父的 就会主动想要 拿起那个经文一起看 听到音乐的人 他的心灵 能够得到安慰 心灵得到安慰之后 他再去看一看 歌词里面的内容 他再更进一步的去 深入到经典的内容 去了解到 原来佛法是这么的 殊胜圆满 建读法师温暖的音声 让大家领略 庄严的泛败 抚慰人心 也用音乐带领众人 与法相会 大爱新闻 吴记谢启全 台北报道